這是一個進了火的公屋單位的廁所 不是在裝修 為什麼沒有馬桶? 馬桶消失, 連帶單位也即將消失 為什麼這麼離奇? 廁所拆了兩年 在這段期間, 我根本沒有廁所用 我根本住不住 他也沒有給我裝修 究竟我怎樣?我的去留問題是怎樣? 排了六年 阿榮在2019年終於上到公屋 獲分配到廣田村的廣軒樓 新居入貨和新婚一樣, 都會有蜜月期 可惜, 時間同樣可能也很短 不夠兩個月, 出事了 現在我的天花這裡就開始裂了 當時流水進來的瘦水和凝固物 就在這裡一直打下來 座廁和後面的柱水缸 那些應該是留上其他用戶的分別 這些凝固物, 整個座廁全都是 你都不敢坐上去 全部都是這隻顏色 而這個座廁 就是當時我唯一留下座廁的座廁 試問一下, 如果香港的任何虎上的人 如果是自己的洗手間是這樣的 他敢不敢坐上去呢? 之後我發覺 在這些地方, 會深入一些很細微的幼蟲 吐出來, 我也很少進來這裡 廁所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一個廁所變成雜物間? 這裡堆滿書, 那裡堆滿日用品 沙發沒有, 電視沒有 基本上什麼家具都沒有 原來阿永這間屋根本住不了 因為向房處投訴後 他們不但沒有把廁所修理好 反而把馬桶拆走 不是維修的份距 而是他把整個洗手間的地台 和座廁全部拆走 走過去問那位師傅 房處出的波籃是叫他這樣做的 因為我的單位是滲水在下面 我都很不明白 一直都沒有提及我流水在下面那層 我簡直將他們全部的東西丟出去 我想趕他們走, 不讓他們弄 家裡假如開不了火煮飯 還可以忍, 外賣就算了 不過沒有馬桶, 人有三急 怎麼忍呢? 本來我身體上有問題 經常需要到洗手間, 坦白說 如果我真的需要到的時間 我就要跑回去 跑回去用功用的洗手間 用完了又再上來 這段時間是沒辦法在這間屋裡 可能生活到的 因為住不了, 你沒有洗手間 我怎麼辦? 你現在下來做什麼? 我要去洗手間 我身體一定是很短時間 就需要到洗手間一次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我就需要走這段路, 還要等升降機 那每次大約下來要多久? 如果順利的話 就五分鐘至八分鐘左右 不順利的話, 進不了升降機 起碼是十一、二分鐘 距離阿永, 最近的廁所 衛生情況相當不理想 還不是二十四小時開放 萬一廁所排長龍又或者不開放 那就真的閉加火了 事前上後, 阿永唯有忍痛決定 放棄在公屋單位居住 重回劏房舊居 廁所問題一天未解決 公屋單位一天都是雕空 重遇, 仍然一刀兩斷的事後 今年1月4日 我收到房署一封信件 就說我經常不在這個單位裡住 終止了我的租入 收到這封信件時, 你的反應如何? 很惡言 我曾經是下去找他們的職員這麼多次 他們應該是理解到的 不可能我完全不知道 不是我不想回家 只是有價貴不得 阿永心有不甘 決定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如是者又等了半年 不知道是不是事件鬧大了 上個月, 房署突然主動重修舊次 他們在七月中左右不斷聯絡我 就要求我讓他們進來 再整個單位的洗手間 他當時跟我說 究竟你還想不想在這裡住? 如果有電話跟我說 如果我不想在這裡住 我怎麼會搞上訴呢? 我說我也很不理解你們的房署 不過事件又突然峰匯路轉 我們接獲房署的回覆 表示進行維修工程當日 黃先生, 即是阿永 要求無需安裝助次和充斥水箱 於是房署決定 等事主確定日期後再安排工程 並指出辦事處曾經多次聯絡事主 但一直未有回覆落實日期安裝 問題突然出自阿永身上 既然房署也伸出橄欖枝 為何阿永不一不勾銷算數? 但我現在正在做上訴 你又已經發信給我 要求我給他們一個單位 是不是很矛盾呢? 因為單位已經根本不屬於我 而且我現在交租 他們的做法斷日計 但我也很不明白 我覺得尤其是這樣 不如等上訴完結之後 正正式式, 如果你們是收回的 你們喜歡怎樣去維修 就怎樣去維修 廁所問題纏繞阿永這麼久 他也想了解房署這樣做的目的 於是去到屋邨辦事處了解 現在你問我們的事, 我們都不知道 是嗎? 應該有收到封信吧? 你收到註, 叫你去上台那裡 有, 他收到嗎? 收到, 收到 應該有查信電話, 你現在查到那邊 我看到, 看到有 請問那些人的程序上 那些人應該完全查到那邊 好的, 我明白 鬥鬥轉轉, 問題返回原點 上訴結果未知 不過阿永很清楚 如果敗訴的話 他就無家可歸 因為我現在住的劏房 已經收到大業主的通知 他會收回的 換句話來說 如果房署這裡不發揮公屋住戶給我 我連劏房那邊也沒有 同一時間我真的無家可歸